大家好,歡迎來到KG的視頻 今天的主題大家也看到 假如所有球星回到第二支效力的球隊 講得細緻一點就是回到第二支有出場效力的球隊 結果會是怎樣呢? 所以今次我就把所有80及80評分以上的球員 就放到他們第二支出場效力的球隊 要留意的是我這裡講的評分是不算士氣加成的 另外由於我編輯這個名單的時候 一直在聽火星哥的Leave the Dober 所以就不排除會出現眼花弄錯的情況 就不要怪我了,如果要找人揹飛的話 你去找火星哥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介紹一下陣容 7-6人這邊的話 這個陣容好像弱了一點,夏里士離開了球隊 到位後,這些就是士氣加成之後才上到80總評 這些是不算的 接著攻略的話就是戰武哥米特頓 但是這個陣容弱了一點 Jule Holiday是離開了球隊 魔牛公牛的話,Leaveen還在,但是也是弱了一點 騎士的話,Jordan Clarkson 他就回來了,然後祖蒙特也是回來了 兩位護人救將... 祖蒙特在現實裡面先打了一兩場球 就已經說是護人救將,就回來了 但是這個陣容的話,拿冠軍難一點 其實就不是太頑皮 波賽這邊 Uncle Ju說 我又回來了 波賽球不是說他又回來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真實的感受 另外希活的話,也是回到球隊入邊 金巴火家還在 賀福特也是回到球隊入邊 這隊波賽是熱門之一 然後快艇的話,基斯寶羅就回來了 哈利爾就回來了 但是這隊波真的有點困難 灰熊的話就變化不大 老鷹的變化都不大 加連拿利是離開了球隊 賣了不是月火了 納邦詹斯又把他的天賦帶到賣了 這次他的伙伙 就不是DV,也不是基斯寶薯 變成了阿德巴奧 其他的話就差了一點 黃蜂的話,活特就回來了 其他的話也是一般的 爵士的變化也不大 沙城帝王這邊的變化也不大 納邦力博這邊的話 比較有趣的是 路斯第二支出場效力的球隊也是納邦力博 所以他留在這裡 另外Kamelo也是回來了 不過這個時候已經是36歲 接著護人這邊的話 安東尼戴維斯剩下的內褲 其他全部隊友都走夠了 奧蘭多魔術其實是一隊比較有趣的球隊 怎樣說呢 有很多球員 總評不錯的球員 第二支效力的球隊都是魔術的 譬如夏里士 譬如胡仙榮 胡仙榮剛剛走都沒多久又回來 譬如Evan Borne 還有伊巴卡 其實這個陣容又不是弱的 然後牛仔這邊的話 Luca還是保身基斯還在 班尼斯就回來 不過好像差了一點 藍王這邊的話 就走夠了 顛雲迪還在 Russell就回來 然後丹佛金法這邊的話 是迎來了加連拿利 但是他們陣中有很多的大前鋒 要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流馬這邊的變化 同樣也是不大 同樣 80加評分以上的話 他們這5個球員 第二支效力的球隊 也是剛好是流馬的 真的比較有趣 然後堂我這邊 迎來了Randal和Drew Holiday的回歸 說真的這個陣容是不錯 還有Eric Gordon 是不錯的 活塞這邊 算了 跳過了 速龍這邊的話 麵攤佬就回來 但是這個陣容 好像就弱了一點 接著火箭這邊的話 阿德回來了 但是John Wall還在 你們兩個 行不行 有沒有默契 不過放心 John Wall也打不到手法 因為Westbrook和洛利都回來 Point Guard這個位置 真的很多人 接著馬次這邊 阿賺哥還在 艾德烈治回來 這個陣容的話 都是弱了一點 太陽就沒有了基斯寶羅 就迎來了賀美斯 接著OK斯這邊 嗯 寶羅佐治是回來的 SJ還在 格蘭特和奧拉迪普 包括根特 都是回來的 其實這個陣容又不是太頑 不過曾冠軍好像是難了一點 木狼這邊的話 JB又回來了 又聯手唐山 還有這個陽格都在 接著拓方這邊的變化 好像不是太大 普林尼就回來 接著就是眾望所歸 KD回到金州勇士 雖然說這個時候的金州勇士 就沒有當年那麼恐怖 但是Wizeman 在遊戲裡面的成長速度 是很厲害的 狗紀王都依然在陣中 喂 這隊金州勇士 看來真的很難搞 最後就是無私 這隊球也沒有什麼看頭 陣容的話就已經看過了 大家看好哪隊球呢 勇士的話就是大熱門 剛才我們看到球賽的陣容 都不頑 就是說艾榮和希活 都是回來 但是 我諸葛傑青 今天就放下浩然 新奧爾良會笑到最後 為什麼呢 Drew Holiday加上Randal回歸 再加上 和我是2K寵兒這個光環 我覺得 今年新奧爾良 是有得搞的 OK 我們馬上來模擬 好了 跟著說第一個賽 二速 最人必是這個MVP 最新手是Lumino Ball 樂利是最佳第六人 DPOY是字母哥 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個戰績 首先 東部這邊 分區第一是這個球賽 很正路 你看回他們的陣容 就知道了 手法三個九華加 剃寶還有金巴獲加和希活 確實是很厲害的 Mentano回到這個速龍之後 帶隊來到分區第二 這個賽季交出來的戰績 也是沒有問題的 比起之前 他效力多倫多速龍這個賽季 好像還有進步 沒有問題的 魔術的陣容 我們也都說過 是不頑的 來到分區第三 魔術當然挑戰總冠軍 就好像困難了少少 重新回到 馬術的立邦詹斯 這個賽季交出來的數據 26.7分 7.9個版 9.7個造工 其實都可以對比 他之前在馬術熱波 效力的時光 真的看回 現在交出來的數據 是完全不落下風的 當然 隊友的話 質量會差一點點 其他的話 你見到攻六 是不能進入季球賽 藍王的話 就已經成為了一隊爛隊 西區這邊 單伐是第一 他們的陣容變化不大 我選中的 唐我分區第二 沒問題 這個陣容 Ju Holiday Eric Gordon Randal 再加上Jian Williamson 暫時 Jian Williamson 是調去打中鋒的位置 保羅佐治回到OKC 帶隊來到分區第三 這個賽季交出來的數據 也是沒問題的 而金州勇士的話 只不過是分區第四 好像是頑皮了一點 看到KD這邊 得分就少了很多 其實上場時間的話 跟他之前 1617賽季 在金州勇士這個賽季 是差不多的 但得分就少了一點 當然助攻是有上升的 另外看到他們交易 換來陳奕迅 以及艾德烈士 中鋒這個位置的話 真的比較多人 托邦是第五 木狼第六 鳳凰城這邊 沒有基斯保羅 都能入到季後賽 第八是牛仔 火箭是不能入季後賽 Westbrook和夏登再次聯手 這次連季後賽都不能入 其他就正路 洛杉基兩隊 就成為了魚腩球隊 我們馬上來模擬 肯定了 我會特別關注我選中的球隊 唐鵝 接著其他就是波賽 以及金州勇士 這兩隊是大熱門 馬上模擬 第二回合 好 唐鵝這邊 三比一 其他球隊的話 就不用看得這麼細緻 啊 金州勇士被淘汰 什麼回事 2比4被托方淘汰 我不管那麼多 唐鵝繼續前進 第二回合 OKC 沒問題 4比1 輕鬆 波賽繼續前進 OK 立邦占士來到分區決賽 繼續 對著Luca 唐鵝這邊 行不行 沒問題 4比1 輕鬆 我都說唐鵝 最後就是對著波賽 對著波賽 難了一點 盡力 波賽那個陣容 算了 波賽那個陣容 真的沒得打 波賽這個陣容實在太厲害了 我們要看一場比賽 好了 看到第四節開始的時候 暫時唐鵝領先4分 一出來 Giant Williamson 一個掛蠟鴨式的座樽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Uncle Yu 是沒有得分的 狀態是比較低迷 這邊的話 一點點撞撞 但是對著Long 做的話 不是太容易爆過去的 給了金包獲家 金包獲家這邊 自己的匹爆過去了 抓到包的 接下來了 有幾次的進攻 大家都沒有得分 這邊給了Uncle Yu 一點點空位的3分 是Abo 很久沒見過 這種wide open的機會 一個巨星 居然是射出了Abo 這個不是Ben sorry 這些場合的話 是要說一下Ben Uncle Yu 今天的手感是做什麼 就是說 再蠻都沒有理由 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雖然是移動3分 射出了Abo 好 接著同我這邊 哇 這個球的轉移 很快 英國人放過Aliuk 給Jaya Williamson 繼續吃餅 看到其實 波賽說 第一次是拿了7分 但是後來的時間 就打得比較好 這邊金包獲家自己的匹 又到距離射3分 結果又是一個Abo 我真的做了這麼久的視頻 沒見過 連續兩個都叫做空位的機會 而且總評比較高的球員 居然是射出了兩個Abo 這樣做的話 確實是有一種打架球的味道 可能想買多些門票 想回到主場再捧杯 但是TT這邊拒絕打架球 他就打荷包了 再看阿波賽這次的進攻 TT 給到這個 謝倫布朗 又給回TT 然後Kyrie Irving 再次出手 這次又 好了 接發力的時間 我還沒有得分 Jayson Tatum 是單打 Julius Randall 最後背身 佐進 在Kyrie11 裡面 Jayson Tatum 還是很厲害 和我這邊的進攻 看看怎樣 最近這段時間 陷入了得分 方 結果比球太隨意 借倫布朗 一條龍的錯進 剛剛波賽 寫了兩個三分 Ebo 感覺的意思是什麼 算了 這場球我們不贏了 先回到主場 然後唐我這邊說 你吃屎吧 你們一定要贏 你這麼兇 死也有 Brandall Ingram 三分 唐我這邊的意思 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就沒有想著 買票去波士頓的機票 就看看波賽這邊 撿不撿衣服 Jayson Tatum Jayson Tatum TD走到一邊 Jayson Tatum單打 其實這個波 爆上去的話 就有了 好了 和我這邊 差不多兩分鐘都沒有得分 Ju Holiday這邊 單打Uncle Drew Ju Holiday單打Uncle Drew 明天起身這麼順口 確實的 今天艾榮的手感一般 這邊的話 就要單打Eric Gordon 最後怎樣處理 轉身之後 上籃 見到最後Eric Gordon 是伸了手 又要說那句名言 You reach my teacher 好 和我這邊 Randal 這個匹 看樣子就要單打賀福特 很勉強的出手 都有 Randal今晚是9中63分 還有8個板 然後又到波賽這邊 Jayson Tatum上單打 但是Ju Holiday的防守 一直都很好 給到謝倫布朗 跟著自己走位 謝倫布朗給到TT 剩下的進攻時間就沒有了 給到賀福特 第一下上是沒有的 但是有板再上 可以抓到Randal的犯規 M1 這下就真是士氣波 對於棠我來說士氣打擊很大 因為那次防守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 波賽反超兩分 這邊Randal 回過頭來就要馬上單打賀福特 有一點勉強 可能是剛才被賀福特抓了M1 耐心就很不服 看見到Ju Holiday的防守 真的不錯 對著Jayson Tatum 是完全不吃虧的 再來過 還是想爆他 但是真的爆不開 最後Fade Away的jumpsuit 是不進的 TT有板 再上是有 內線被人打爆了 今天TT對著Jian Williamson 流口水 好了 Timeout出來 看看我的這次進攻 還是給到Randal 還是單打賀福特 還是用腳步爆 這次的話就成功了 兩分的分差 波賽在這邊 Jayson Tatum 爆到內線 很混亂的情況下 給到TT 然後林布朗 給到Jayson Tatum 轉身之後很快 這個連接的動作真的很快 Jayson Williamson 都沒有反應到 就已經上籃了 好了 Timeout出來 唐我的球員 真是心酸 怎麼這麼說呢 你看到大部分球迷 已經是走路了 其實二十幾秒 落後四分 又不是說沒得追 這邊Randal的突破 進攻犯規 喔 殺死了比賽 看來唐我的球迷 還是很懂得看球 提早離場 是正確的選擇 Jayson Tatum 這邊上線 第一範有 第二範的話 都命中 這樣就沒有了 看了唐我這次的進攻 走光了 觀眾 隨便射 給到Eric Gordon 3分出手不入 比賽結束 最後比分 62比58 Game科還是球賽贏 4比0 橫掃 成功奪冠 最後也看到 首封奧拜恩 重新回到球隊的 荷福特 FMVP 沒錯 是給了Jayson Tatum 他今天表現確實很好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FMVP Jayson Tatum 18中9 他有21分 TT 這場球的最佳球員 10分 11個板 一個助攻 一個塔球 真的很厲害 他對位 是完全不佔下風 今天Uncle Drew的手感 確實是頑皮 有點 和我這邊 Randal 11中7 15分 Brendel Ingram 13分 Drew Holiday 12分 Jan Williamson 10分 其實明星球員的表現都過得去 最後也看到 Jayson Tatum Final的數據 長均29.8分 4.2個板 3.8個助攻 恭喜他 我們可以繼續無異 接著有第二個賽結束 Luka MVP 再一身手是根靈鹹 再一套人是John Ward DPOY是Jonathan Isaac 這個賽季 其實休賽期沒有什麼大動作 東部第一是奧蘭多魔術 第二是黃蜂 上個賽季衛冠軍 波賽跌到分區第七 其實人員方面沒有什麼變化 TT離開了球隊 不過好像見到 希惠的總評下降得比較厲害 熱火是第六 其他球隊的話 都算正路了 另外再看西區這一邊 糖果是第一 今年依然很有機會 我們這個陣容 我直接說我們了 我還是看好糖果 手法依然有3.90加 上年好像沒有3.90加 應該說Randal和Engram 是有進步的 沒問題 丹佛是第二 木浪是第三 太陽是第四 那這隊金州勇士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這兩個賽季的戰績 都是一般 其實KD這個賽季 得分的數據 是有上升的 即是他都意識到 不能繼續滑水 因為上個賽季表現是一般 是一般的 然後灰熊是第六 托風是第七 牛仔是第八 西區這邊的話 依然都算正常 好馬上開始模擬了 第一回合 糖果這邊輕鬆 很輕鬆 3比1 4比1 沒問題 接著的話 菠菜這邊是怎樣 菠菜這邊 菠菜這邊是2比4 被黃蜂淘汰的 熱火是進級的 繼續吧 糖果這邊 怎樣呢 第二回合也是很輕鬆 4比0 今年應該是糖果的了 沒問題 看看決賽對手是誰 沒錯 糖果又進到Final了 功錄上年是進不到這個季後賽 有沒有記錯 看看功錄這個陣容 其實的話 Kerry Rubrik過來了 Tilman過來了 其他的話 就一般的 基本上都是那個陣容 應該是糖果了 應該是糖果了 沒問題 2比1 接著3比1 對嗎 2比2 接著3比2 肯定是3比2 不知道哪隊3比2 是糖果3比2 沒問題 我們看看這場的比賽 應該是屬於糖果的了 來到現場 看到第四季開始的時候 我們暫時領先11分 這邊Longzo出現的失誤 送給別人走空欄的機會 為什麼會領先這麼多分 完全是因為字母哥 手下留情 暫時的話 他的進攻欲望 就不是太強烈 但是第四季一出來的話 他開始要發力了 接著糖果這次的進攻 組織得很混亂 最後沒什麼時間 給到Longzo 直至3分是有的 接著弓屋這邊 還沒有得分 Jay Moulimson 退一步之後的出手 也有的 12分的分差 字母哥這邊 又要發力了 首先他很強硬的上籃 然後迪雲先祖同樣 其實Holiday這個防守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肯定上都有 然後還是字母哥 接一個阿里屋 很快的分差又縮小了 其實今天這場球 就是這樣 如果字母哥真的要攻 的話 是不合不住他 這邊給到外線的Jew Holiday 3分 是命中的 防不防得住字母哥 是一回事 但是和我這邊 今天確實打得很好的 這邊字母哥的話 不幸你自己來了 轉身 這些球沒辦法了 Randal都已經盡力了 字母哥今晚24分 Brendel Ingram準備出場了 Randal這邊又想懷疑顏色 唉呀 你看Randal攻字母哥 是多麼困難 反過來是多麼輕鬆 好了這邊 米道頓要自己來了 雖然唐我這邊 記不住字母哥 但是攻六的隊友 可以記不住他 米道頓今晚9分 其實他的效率 不是太高 好了 他媽出來了 看到球還是給到Randal 唉呀 真的頭腦發熱 你不可以鬥字母哥 好了 這邊字母哥就下定決心要攻你了 唉呀 一來一回 真的受傷 你攻他很困難 但是他攻你好像吃生菜那麼輕鬆 好了 這邊Brendel Ingram的話 重新出場了 這個上籃還是很瀟灑 他今天是打得很好的 十七中九 21分 字母哥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輕輕一個Cross Over Brendel都已經是拚掉了 字母哥今晚28分 很高的命中率 當然 他主要都是爆上來線 這邊Brendel Ingram的話 想單打字母哥 唉 都是那一句 你不要去鬥他 好了 最後決戰時刻 攻六這邊還是給字母哥 但是這次的話 是背身單打 如果他選擇這種進攻的方式 Fade away這種進攻的方式 那就沒所謂的 這邊放過 阿里奧比道 傻優Williamson 好球 五分的分岔 這樣又穩陣 現在攻六這邊 這次是進攻 字母哥就拿位 不是的 給了這個Tillman 是單打這個傻優Williamson 哎呀 一扑一扣 但是最後也有的 三分的分岔 Lonjo準備出場了 這次是進攻了 劉契斯是走位的 Brendel Ingram 都是自己來的 選擇了一個中距離的打扮 拿出來 三分的分岔 這次是進攻 很關鍵 看看攻六這邊 這個假人的分岔 就這樣出手 一個三分 真的不過日 但是有板 給到米道頓 米道頓 這一個Pick 然後上籃 是不進的 Ingram有板 犯規戰術 好了 剛才說的犯規 就未夠添添 再添添 Lonjo是上線 兩罰傳中 關鍵時刻 是沒有手軟 這邊邊線波 直接給了字母哥 格扣Brendel Ingram 其實沒所謂的 你就拿過兩分 當然 啊 次世代的佛波 大家都明白了 兩罰傳中 確實是比較罕見的 Jewel Holiday 第一罰是有的 第二罰 炒粉 是意料之內的事情 字母哥拿到板 之後又給了這個假人 他真的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有時候你對著字母哥的球隊 你是需要字母哥身邊的隊友發威的 Jewel Holiday 上線 我突然想起 Jewel Holiday 就是在弓鹿 來到了唐鵝的 雖然說在弓鹿效力的時間不長 但這也算是復首 最後給回60比54 Game 6 唐鵝在校場贏 4比2擊敗了弓鹿 成功奪冠的 最後可以看到 首譜奧拜恩杯 Jewel Holiday 真的很狠 他 最後的FMVP 給了了 Jian Williamson 最後再看看這場球的數據 唐鵝這邊 確實是沒有人記住字母哥的 他是30分11個棒 但唐鵝這邊不記住 字母哥的隊友可以記住他 米道頓是12中4的 特別是這個假人Point Guard 原來他只有72總評 哇 出手是相當有自信 他是完全完成了這個間諜任務 我們這邊 Brander Ingram是11分 Jian Williamson是最後的FMVP 他有16分 阿諸葛傑青不是說了 唐鵝是可以奪冠的 第一個賽櫃差一點 但第二個賽櫃就成功了 就是這麼準 你沒得不服 OK啦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